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种营业场所展开零检及录检请勿 政府为了宣示这个整顿治安的决心 维护善良民众 绝大多数善良民众的生活跟安定 所以才采取的全国同步性的一个扩大的零检 那么主要的目的是要宣示整顿 政府整顿这个治安的决心 那么另外也是要保护我们大多数善良的民众 跟这个百姓的生活安乐 台中角头枪伤案引发的案外案震惊社会 为了重振警方威信 彰化警方实施扩大零检 警方表示为宣示政府维护治安打击犯罪决心 及彰显全面性嚇阻犯罪作为 净化社会治安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就是针对平常有治安顾虑的一些的场所 还有一些特殊营业的场所 那么最主要是针对这些的场所 或者这些有特殊状况的一些的地方 那么我们主要的重点就在这里 那么对于一般的民众 你尽量不要影响 不要打扰到我们一般民众的 这种的生活跟这个起居 跟他们的作息 这次专案勤募成果还不错 总共查获汽车窃盗一箭两人 一级毒品海洛因0.5公克一箭两人 未来警方将依据上级指示 主动协助联系邻近警察分局 每周于车内实施一至两次扩大零检 确实发挥区域联防力量 对犯罪者产生振折 进而嚇阻犯罪行为发生 对犯罪行为发生